澎湖和小琉球同样以海鲜闻名 但两地地理位置不同 产出的海鲜也有差异 澎湖现产石斑 小琉球以鬼头刀为主 在澎湖区与会邀请下 两地水产明星在澎湖相见欢 还提供民众免费试吃 品尝过的民众都说赞 小琉球现产的水产以鬼头刀 鲍鱼、鲤鱼为主 每年都会寻回多个县市展售 今年选择在澎湖展售 也和澎湖区与会合作 把两地水产明星 以各种料理手法呈现 除了有戏吃之外 小琉球与会还找来师傅 现场展示刀工秀 一边介绍鬼头刀 一边展现刀意 很鲜甜 不错很好 你觉得东西200元便宜 便宜啊 便宜啊 你东西一样 好吃哦 还好吃 我没有骨头的 所以非常好吃 小红瓜 两个居宇会总干事都说 澎湖和小琉球 盛产的鱼种不同 各有特色 但透过居宇会的包装 价格都是破盘价 而且都是处理过的 买回家马上可以料理 希望透过大家试吃之后 口耳相传 带动两地热销 由于展销会现场提供的都是 马上料理出炉的热食 加上新鲜度够 活动一开始就吸引不少民众排队市区 盛云会与产品直销中心说 针对五倍券的推出 居宇会也推出八五者优惠 欢迎大家把五倍券花在澎湖海鲜上 吃便宜也吃新鲜 我们都知道了 屏宇是一个农鱼大县 那他们的鬼头刀也非常的有 那我们想说 既然他们有一个经费 在全省行销的话 我们刚好引荐他们过来 然后再结合我们的养殖产销班 一起共襄圣群 一起把这个场面做到 希望更多的民众能过来响应 那我们借力实力 然后来共同行销我们的澎湖海鲜 那我们希望利用这一次 响应政府的美德政策 只要凡是有民众拿五倍券过来的话 我们的所有的 我们就商品类的海鲜类的 不管是养殖的或是野生的 我们全面一例八五则优惠 鬼头刀对澎湖来说相对陌生 难得有机会尝鲜 民众都觉得很特别 但也不忘推销在地有名的石斑鱼 认为各有特色 记者陈荣裕报导